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中天新闻开放新中国节目 大陆企业家马云最近到台湾来演讲 分享了阿里巴巴的成功经验 他也设立百亿基金要鼓励台湾年轻人创业 的确这年头呢不管是两岸年轻人都想当老板 那么去年底大陆教育部发布了一项重大措施 要求各大学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生能够修学创业 这项措施可以说正对了当今90后的新 我们就首先来看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 2013年大陆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是2.3% 比起2012年高出了0.3% 那么2012年呢又比2011年高出了0.7个百分点 显示年轻一代对于创业的热情有增无减 这个20出头不到30岁的世代 他们来自富裕强盛的环境 从小没有挨过饿 那么生活中呢最大的压力可能是 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工作 和80后热衷于想要拥有一个铁饭碗不一样 90后呢更喜欢自己做主当老板 眼神专注地盯着电脑上的格斗场面 对于爱打电斗的年轻男生而言 这应该是很司空见惯的一个景象 正当大多数90后的人还在读书玩耍时 他已经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夜空中最亮的星 你可以按住任何一个地方 说歌曲名 这就是一首歌曲 然后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streaming出来 他就旅程 1990年出生 今年才25岁 正常这个年纪才刚出社会没多久 但他已经是一个 拿到9000万投资的公司老板 旅程说他就跟一般的90后一样爱玩 打电动还曾经打到半职业赛 直到有一年 他妈妈送了他一台iPad 他突然发现 世界跟人的沟通方式似乎正在改变 因此他决定开始做点正经事 我从来没有想过主动创业 其实到今天我都不觉得我是一个businessman 所有的动力都是我们的乐趣 旅程讲话做事都十分沉稳 条理分明 说他90后有点难想象 他说现在是大陆创业的黄金年代 很多人认为他年纪小 但其实他已经是他们公司年纪 算老的了 除了王瑶以外都是90后这个方面 90后是对一个时代的一群年轻人的一个定义 但我并不觉得就是说90后就跟80后有区别 我觉得年轻一代人做事情的最大挑战 还是 就是很多人他离现实会很远 然后他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段里面 要么就放弃了 朝现实妥协了 要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 怎么样才通过几步才可以达到那个理想的阶段 最后死去 近年来大陆创业成功的报复神话石油索文 加上去年底大陆教育部提出 大学建立弹性学制 允许在校学生修学创业 更让创业这个词成了现在90后最夯的话题之一 1992年出生的尹桑 今年23岁天天骑脚踏车上下班 但他已经是一家市职估计破译的老板 尹桑说自从小学三年级看了比尔盖茨的自传后 就立定创业梦 于是大学读了两年就决定修学创业 互联网是一个年纪的 因为你不需要背景 你不需要资源 你可以完全通过你的idea 通过你的execution就可以去做到 在想创业的人眼里面的话 其实是没有学历的概念的 就我认为读两年都算读多了 别看尹桑接受采访时穿得挺正式的 熟知他的人都知道 他一年当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造型 就连产品上市发表会 尹桑都是这副打扮 毫不掩饰自己年纪小 他说不是为了配合采访而正式 而是他当天刚好要面试公司高管 实际公司运营当中的话 年纪一定是阻力的 并不是说年纪小的人 别人会沟通有问题 这倒不会 比如说我招人的话 我招不到我的朋友的 同时你的一些 行业里面的一些知识 人脉经验可能会不足 你怎么穿得干掉 鸟屎一样 和绿城不同 尹桑的员工年纪普遍比他大 他跟同事相处 说白了有点像小矛头 讲话很随性 站也没有站姿 我在创业过程中 其实我发现 我相比于我的童年人 观念上或者说一些品质上的一些不一样 第一点品质是说对风险的热爱 这个社会上99%的人 对风险实际上是规避的 但是创业者看到风险的第一反应 是去拥抱它 第二点就是说 对思维上面的一些创新 就是说不由自主的 或者我会强迫自己的 不断地跳出现有框架 影像的创业项目起源发展 是来自于party概念 他说亚洲人不像欧美 有大房子可以开轰爬 KTV光唱歌也太无趣 因此设计了可以玩游戏 等多元项目放到KTV包房内 真心话 真心话 谢谢 这样的发想设计 让他目前已经获得了 第三轮的融资 1200万美金 很多潮流因素都是年轻人主导的 因为他们所喜欢和感兴趣的 很多东西 虽然在启动的时候 看起来像是一个亚文化的东西 像是一个小众的东西 但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和他们领导潮流的能力足够强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 在很多方面以很快的速度 把这些东西扩张到了 所谓叫主流当中 大陆目前整体氛围鼓励创业 有钱投资人拿着钱早赚钱机会 有想法的年轻人提供创意 双方一拍即合 贾伯斯21岁就创立了苹果 这些大陆90后 正梦想自己或许就是下一位贾伯斯